地形寄身 橡胶滚刷 自动击沉 这么多新功能必须测 支付宝扣款 多少钱 你自己说买的 现在退不了了 9999元 我是陈红 正式开聊 我买扫地机的初衷就是为了偷懒 结果地市给我扫了 橙盒还是得自己每天去到 iRobot的清洁性能这块一直都是领先的 尤其是它首创的自动集成功能 它可以把我倒垃圾的频率 从一周三四次降低到一两个月一次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都不需要用手去接触买是垃圾的橙盒 哇 又可以多偷一点懒了 当然现在自动集成功能 不是只有iRobot一家才有 国内两大扫地机器人品牌 科沃斯和石头的新品 也都可以选配购买了 所以我打算把市面上最新最贵的 这三款扫地机都买回来 看看最好的扫地机能帮你偷懒到什么程度 都在哪些功能上有新的探索 历一开始是不想同意的 但是当我告诉他 这两个机器加起来都没有iRobot一个贵 他又觉得 嗯 这个横屏还是值得做的 自动集成 自动集成呢就是把扫地机器人城河里面的垃圾 转移到一个更大容量的垃圾桶里 有意思啊 价格差那么多的iRobot和科沃斯呢 集成方案非常像 都是通过风机让风道内产生负压 将扫地机城河里面的单向风门吸开 再把城河里的垃圾呢吸进风道 带入尘带 而石头的集成筒呢 更像是一个大容量的吸尘器 内置一个15追气旋和一个大滤网 集成不是吸尘河的单向风门 而是直接吸主刷 主刷转动吐出垃圾 OK 原理就是这样 具体集成效果好不好呢 主要就是看 诶 它这个城河里面还有没有剩的垃圾 不然的话我还得自己去扔 业内的话用集成筒回收率来衡量这个集成效果 也就是我作为城河吃进去的垃圾 和被吸完之后剩下的垃圾的比值 好 整活儿 我制作了等量的家庭混合物 把它们均匀的撒在房间里 让扫机机自然清扫结束 再对城河前后的容量的机型称重 再使用集成功能 将城河里的垃圾搜集到城桶里 再对城河进行称重 再把每台机器清理干净 再测一次 再测一次 最后呢得到了三家集成座的单次平均回收率 长江后浪推前浪 哇 没有想到iRobot的自动集成功能 已经被石头和科沃斯拍死在了沙滩上 我观察了iRobot的城河 每次集成完呢 里面都有剩余垃圾 而且还不少 有很大一部分都卡在了单向封门旁边 所以它这个集成庄的回收率不高 应该就是城河设计的缘故 科沃斯也有小部分剩余垃圾 但都是在城河周围的缝隙里 石头的表现最好 城河里啥也不剩 99%以上的集成庄回收率 这个数据好的令我不敢相信 于是我又连测5次 结果还是这么高 如果你是在犹豫 不知道要不要买自动集成功能的话 你可以从以下几点去全衡 第一自动集成解放的只是 你每隔一两天就要清到城河垃圾这一件事情 几个月不碰扫机机是理想情况 如果你头发比较长 每隔一两周你还是得清理滚刷 或者说你要是使用拖机功能的话 那你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解放双手的 第二就是自动集成的声音 很大 像深圳之声一样令人深刻 虽然持续时间比较短 也可以使用定时功能 但如果你家里全天都有人在 还是要注意能否接受这一点 第三就是为了这个功能 你至少需要花1000多块钱 橡胶捆纱 iRobot的用户群绝对不是需要看评测的 都是那种走进商店问 哪个扫地区最贵啊 贵就是好 好就是贵 所以iRobot作为一个不缺钱不差技术的品牌呢 对于我们参考的就是 它作为价格的标杆 有哪些技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总体来看 iRobot首创的自动集成功能呢 输了 不过没关系 它还有首创的双效组合胶刷 这在解决头发缠绕的问题上呢 表现特别好 传统的这种毛胶混合的滚刷呢 太容易缠绕头发了 像我这个长度的头发呢 掉在地上可以就是直接把这个毛刷缠到中间勒变形 用剪刀或者是小小刀呢 得扣半天 更比如说有的滚刷的轴承呢 完全是不可拆卸的 头发卷进这个轴承的缝隙里呢 根本都是取不出来的 这不仅影响扫地的效果 还影响扫地机自己的使用寿命 胶刷呢 不是说不缠绕了 而是更好清理 首先是它更光滑 跟头发呢 不是一个互相抓的关系 当头发缠绕在胶刷上之后呢 它扫一会儿就会往两边跑 跑到两端呢 藏起来 拆下之后呢 可以直接取出来 中间有缠绕的头发呢 也不用担心 直接用手 这样子就可以剥下来 妙啊 诶 不对 橡胶滚刷的好呢 国内扫地机大厂 科沃斯河时都 肯定都是看在眼里的 它们不可能不如动于衷 果然 这次买的科沃斯和石头 和前代相比呢 都升级了胶刷 都升级了 那iRobot还有优势吗 要不然再比一比 好 嗯 说实话 还是都缠绕 但就是那个结论 比毛刷呢 好清理太多 不过S9家呢 反而因为把滚刷的长度 加长了30% 使得要是想把 卷在上面的头发 剥下来呢 变得更费劲了 另外呢 我其实是有认真的去研究 为啥科沃斯和石头 直到今年的新品呢 才做胶刷 原来iRobot 它做出来的胶刷 有问题 而且还是两个 第一 iRobot事情的专利 大家抄不了 也用不了 第二呢 就是噪音问题很难克服 我之前在做 十款扫地机器人 横屏的时候呢 就发现 iRobot家的双滚刷的IT呢 在地板上扫地的声音 就跟开了一个小型拖拉机差不多 跟其他毛刷想比 它的噪音实测确实也是最大的 今年这款S9加实测的噪音呢 更大了 听得我是神经衰弱 心情浮躁 当然噪音肯定不存是由胶刷带来的 但是这种材质呢 的确会是比毛刷接触地面的声音更大 你就回忆一下 胶鞋在地砖上摩擦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你懂的 那我们国内扫地机领域的两大巨头 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科沃斯的这个呢 也是叫双效组合胶刷 从名字到安装方式和iRobot 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猜测它们两个品牌呢 应该是合作了 不然不可能说像这样的明目张胆 但是科沃斯呢 应该是有做相应的改进 因为它另一个刷头的纹路呢 有明显的变化 石头的胶刷呢 应该是自己研发的 形态呢 是单根主刷 两边是可拆卸的轴承 纹路也不一样 十次的结果来看 石头和科沃斯的噪音控制呢 确实要好很多 再一次长江后浪 吹前浪 iRobot被拍在了沙滩上 不过没关系 iRobot还有一个杀手锏 地形机身 地形机身 这也是它和前代IC最大的升级点 别人都没有的 现在还没有出现后浪 实测了 iRobot S9家呢 确实是在边角除尘的表现上呢 非常好 圆形机身的石头和科沃斯 在面对边角灰尘呢 多少都会有残留 说实话 我应该惊叹于iRobot的边角除尘表现 但是一路测试和体验到这里呢 我是真的高兴不起来 你想一个售价接近一万块钱的扫地机器人 你能拿得出台面的性能的提升呢 也就只有边角除尘能力 对于扫地机器人而言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导航和路径规划的能力 是脑子要聪明 知道怎么样高效地把该扫的地方呢 全都扫干净 iRobot还是一个不太高效的视觉导航 一个房间扫了三四遍呢 才勉强建出一个图 还不怎么精确 App上呢 也看不到路径 现在激光导航呢 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共识了 它依旧不为所动 而且都这个价位断了 它依旧一点壁上功能都没有 走到脑 撞到脑 又贵 又不好用 iRobot这个机器 我真的是不想再为它多费口舌了 就是不值得买 不值得买 不值得买 那前档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我们就来聊一聊手里这两个后廊 Coors T9AV 相比我们横屏里测过的T8AV 主要是升级了双效组合胶刷 视频双效语音功能 移动相分系统 3D 地图等 而石头 TGS Plus 相比T7 Pro呢 必然方案转为了AI结构光 有了集成筒可以选择 主刷变成了可以防长毛的软胶主刷 另外呢就是脱地功能也有变化 声波震动擦地 地毯识别 擦地模组升降 自动集成功能呢已经聊过了 对于不是长头发 也不使用脱地功能的人来说呢 确实是可以偷更多的懒 区别在于柯沃斯呢用的是集成带集成 全程不碰灰 拎起来直接扔 但是需要持续地为这个耗材付费 石头用的是气旋集成的方式 没有耗材 但相应的一两个月呢还是得清理一下集成筒 石头官方其实也有宣传可以有成带的方案来选择 但目前好像是还没有看到上架 胶刷呢确实是可以很好地解决毛发缠绕的问题 但是柯沃斯的这个胶刷的材质呢选的不是太好 我们测集成实验的时候呢直接就被颗粒物给刮烂了 实际使用呢双胶刷还是可以预防电源线之类的异物缠绕 但是在清洁效果上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改变 结构光臂杖呢其实不算什么独家的技术 柯沃斯加的另外一个机型T9POWER呢其实也有 但我因为好奇横屏测过的T8A位有什么新的升级 所以呢就没有测那一款 但是无论你是中情于哪一个品牌 选臂杖功能的话目前我还是建议选结构光 摄像头避障呢主要是依靠物体自身的光源和纹理 非常依赖对于算法模型的认识 结构光呢是机身自己主动发光来识别障碍物 对于距离的测量呢非常精准 可以做到对家具免碰撞 柯沃斯T9A位还是延续的上一代的单目视觉避障 实色的表现呢确实是跟石头TGS Plus的AI结构光呢有蛮大的差距 可能有同学好奇哈 我为啥不对比他们的导航呢 诶都到了高端扫机这么一个价位断了 基本上呢是不会存在什么漏扫导航有问题这样的很基础性的问题 别看他们目前一个用的是DTOF激光 一个是LDS激光 实际上呢使用体验上的差异呢目前不是特别的大 这两款扫地机真正在智能上的差距呢 就是上面提到的臂障 再来看拖地 说实话还是传统的一片拖布拖泉屋 多少让人不太开心 但目前来说的话 自动集成和自动洗抹布应该是不可兼得的 各家现在呢应该都是在偷偷的努力研发拖地机器人 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高端机型的拖地功能呢肯定是跟普通扫地机呢不一样的 科威斯T9AV呢打的是高频震动 石头T7S Plus呢是声波震动 我们实测了干了三个小时的咖啡渍 我本来以为石头的这个超声波震动呢听起来非常的玄 但扫完之后呢发现它的清洁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只有岩边的两个点位的咖啡渍呢有残留 相比之下科威斯残留的咖啡渍印记呢就比较多了 这么来看的话拖得干净与否确实是跟震动频率有关系的 另外石头的确会是在遇到地毯之后呢会把拖地模组升起来 不会打湿地毯 然后在拖地回冲的时候呢也会抬起来 不把拖过的地方再弄脏 这两点呢我觉得还是蛮细心的 最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科威斯的移动相分系统 它其实呢就是在机身的尾部有一个放香薰的凹槽 扫地机器人呢可以在你家各个角落清洁的同时呢 顺便散发清香 官方呢有三个味道可以选 但是随机呢只赠送一颗 我很认真的感受了香氛胶囊给空气带来的变化 并且还邀请了我的其他同事来跟我一起感受 味道怎么样 还是蛮清新的 五星级厕所的味道 很清新啊 就像光明创优品的感觉 然后呢就是它的3D地图功能 我觉得有创意不过呢也不是真正的显示家具的轮廓 理想的效果呢就是它产品业里宣传的那样 远程视频功能呢T8A位就有了 但T9A位机身上新增的麦克风可以双向语音了 不在家的时候呢你可以拿手机远程操控扫地机 巡视巡视 OK总结一下这三款扫地机 D型机身的iRobot除了边角出身能力很强呢 其他无论是智能还是功能都比不上科沃斯和石头 这样的机器要卖一万块简直就是在抢 国产的石头和科沃斯 也都是在自动集成防缠毛的这些 平时我们遇到的痛点上做出了新的努力 石头的自动集成功能是最好最稳定的 AI结构光避障的表现 也比科沃斯的弹幕视觉要好 擦地效果提升的也很明显 总体在清洁性能上的升级很大 科沃斯T9AV的自动集成功能也不错 但是可以防缠绕的胶刷不怎么耐用 基础的清洁效果 比起我们横屏测过的T8AV 没什么明显的提升 主要升级的点还是在乡薰功能 视频双向语音以及APP的使用体验上 石头T7S Plus价格比科沃斯T9AV要便宜几百块钱 加上我本来更看重清洁性能 我会觉得说石头更值得买一些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先看评测再下单 求投币就转发求点赞 我是成红 下个视频见啦